我呢 我要回一趟我们娘家 因为呢 你看 我妈呢 今天不是去院了吗 然后呢 我要回去看望她 你的你爱心不去吧 随便你 反正呢 我有个强行吧 是不是 但是没有良心的吧 好吧 你要回去看望一下 那回去可以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然后的话呢 什么时候动手呢 明天 明天啊 明天什么时候啊 明天什么时候 明天中午啊 明天中午啊 几点钟啊 打听那么清楚干嘛呢 你又不去 打听我的事干嘛呢 我打听清楚了 我好 是吧 提前回来送你上车 我只可以打车去啊 我给你送 哎呀 那你要回娘家了 那我肯定得送下你嘛 对不对 哎呀 你以为我回来是不回来了 是吧 所以说今天送到我 送到我误度我今天走了才放心 我是这样子想的 回去的话呢 肯定要住一段时间 你妈生你不舒服 要照顾一下 这个东西是不是理所当然嘛 你看你爸家里面那么多农活 现在呢 盗鼓什么的 还还过一段时间 又要大丰收了 对不对 你哥的话 又要瞒着照顾你 不是为了我自己 知道吧 还有的话呢 你不是说是吧 到时候回去你还有一点事情要忙吗 对不对 要到时候把家里面弄一下 还要就是说是吧 把家里面就是 从小小庄修下 都有事情要等着你的呀 那你要去久一点 多把这个衣服多带一点 把那个什么啊 就是该带的东西带一下嘛 贵重物品就是说带一下嘛 什么贵重物品啊 放在怎么了 放在你安全的呀 对不对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我去各把星期我就回来了呀 各把星期哪里够 在我跟你说 那个车票到时候我帮你买 我帮你我帮你出钱 知道没有 去你那边的话呢 如果说你要买点什么补品呀 那个营养品什么的 我也拿点钱给你好吧 我出钱 出力的话呢 要看我时间 我有时间我也过去看完下你嘛 好吧 这个东西 对不对 像是一边出来了啊 突然间又给我买这个 又给我买那个代表去的啊 按什么心思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回去了你特别高兴 我没有高兴 那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要离开 那是吧 又是尽快的 那我肯定要把你安排下这种事情嘛 对不对 我不用你安排 我是回我自己家上面 我怎么安排呢 我自己也知道 不用你不用安排好吧 那这个东西你要说好了啊 明天就明天啊 明天不能变卦的啊 这种东西 谁跟你变卦 毕竟你妈先生你不舒服 有的事情是吧 你这就 没有我说你这么大了 你要就是等点事啊 小子那你教我做事知道吧 教你自己怎么做事那说吧 你什么资格的教我做事 好了好了 那我不教你做事 我出钱出力总可以了吧 出钱那敢做多钱呢 出力为便出什么力啊 钱的话呢 车费肯定给你出啊 出车费就是出钱了 过去 给你妈买点营养品 身边呢 帮我给她带个500块钱的红包 知道没有 这也差不多 祝她呢 早日康复 早日就是说是吧 回家这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啊 给你爸就是买条烟 买瓶酒 这个东西 对不对 就可以了 你呢 尽快的离开啊 这也是算我对你的一点就是表示 好吧 肯定表示了 他会要离开了 是吧 现在我们男家因为高线不得了 我有还要危险 肯定要约出钱呢 这你姐姐这个大把烦了是不是 是吧 那这个东西是吧 那你这么说的话呢 我就不走了 说这种话干嘛 啊 谁要你是吧 你那个小鞋子被我错穿啊 刚刚聊的这么愉快的 不这个东西还反悔啊 你不回去谁回去啊 你不回去谁有空照顾你妈呀 肯定等你去啊 你哥也没空 你爸也没空的 你能安排的时间 安排出时间吗 嗯 他们能安排的出时间吗 他们安不出时间了 知道没有 就是你现在比较闲 你比较闲 你就跑啊 他们 对吧 那你爸妈养大 你也不容易啊 这种东西 你回去下怎么了 那你说得 我会不会去管你 管你屁事啊 哎呦 四十五几百块钱啊 我 我这几百块钱 是不 不管你怎么说哈 我能考虑一下啊 我过两天我再去吧 好